美国国债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已有25万亿美元负债 并且仍在增长 近来美国对我国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 也引起了我国的极度反感 开始不断抛售超1200亿美债 其实引发了全球近20个国家跟进减持美债 逼美国亮出了底牌 特朗普的加以美元计划已经不广用了 美联储置身的债务也在增长 已经超过了7万亿美元 而且随着全球跟随美债下跌而继续增长 自身债务继续飙升 美联储不得不宣布暂停购买美国债务 长期以来美联储已经筋疲力尽 放缓购买美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实际上美联储已经成为了美国国债的最大购买者 特朗普的加以美元计划造成了美债危机 根据专家的说法 美联储持举可能汇兑 全球金融市场造成重大损害 由于全球很多国家正在抛售美国国债 美联储只能够选择咬牙坚持 美国国债继续升值 美联储发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 是在美国境外流通 而对利益增长的财政支出压力 美国政府不可能完全的靠印刷美元来解决 因此美国政府面向全球发行国债 既有利于弥补巨额的财政赤质 也有利于引导美元回流 从而保持美元的稳定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投资美国国债 关系到本国的外汇资产安全和保值增值 因此争持或者是减持美国国债 主要是一种赤产的行为 也涉及一定的政治和外交考量 国国的外汇储备超三万亿美元 占了全球外汇储备的28%左右 是排在第二名的日本的两倍多 已连续15年稳居世界第一 其中大约60%的美元资产储备是美国国债 规模超过一万亿美元 与日本的水平相当 中旅两国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 两个境外投资者 面对美国经济封锁和政治打压 我国开始抛售巨额的美债 作为金融核武来应对美国 规避风险的同时 打击美国的金融霸权 对于美国来说 2020年无疑将是艰难的一年 而新冠疫情爆发导致的经济衰退 一是大事所去 面对全球危机 许多人担心美国的违约风险 前一段时间 美国内部出现了一种声音 要求中国免除其大部分的美国债务的呼声 同样的呼声让国人非常担心 尽管经常耍流吗 美国并不少 美国很清楚 美债关系到美国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政府不会轻易的打美债违约 美债违约不仅会损害支撑信用 更容易导致全球金融系统整体动大 甚至危机 在各国政府疯狂地抛售手中的国债的时候 美联储只能够大量地发行美元 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元贬值 而一旦美元崩溃 美国将立即地陷入贫困 大家都知道 美方关闭我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中国不得不对等反制 这是中美建交以来 中国第一次遭到如此上心病狂的对待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 也无论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 该来的终究要来 分爆将至我们应该做的 不是再去想是否会怎样怎样 而是尽早地做好最好的努力和最坏的打算 我们要做好面对一切风险的准备 如果有的选 我们不希望任何形式的对抗 但无论冷战还是乐战 决定权都不在我们 目前全美从政府到民间 对中国的敌意空前的高强 在美国政府煽动反华情绪所持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特朗普为了连冷 而对华强硬的问题 而是美国为了摆脱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局 活下去的唯一手段 面对具有的债务危机 美国目前唯一破局的手段 就是通过发动对外的金融战争和武装战争 通过掠夺填补国内的巨大亏空 世界上拥有足够体量 能够满足它战略目标的只有中国 在这点上 不仅特朗普政府 而且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无论是超级英还是建制派 这也是全美全国执行政的共识 因此我们要做好一切防范与未来的准备 并不仅仅是思考 应对脱钩或者是冷战的问题 而是要做好 包括应对真正的战争在内的多手准备 这一点 其实中方心里也很清楚 对外工作中的一些太极推手 其实也是在争取时间 时间对中国来说是最宝贵的 只是美国显然已经等不及了 因为它耗不起 耗得越久对中国越有利 谁家里没有余粮 谁心里最慌 所以当我们还在争论到底要不要脱钩 会不会冷战的时候 美国已经甩开半子直接开干了 发动贸易战 全方位的主杀 华为等中国企业 驱赶中国留学生回国 南海闹事 讨论禁止中共党员入境 突然的要求关闭中国 驻休斯顿领寡 这一桩桩一件件 美国可谓是一招仅是一招 出拳越来越快越来越重 可以断言 美国统治集团已经下定决心 要与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 喷嚀中国 不能够把中国俄方绝不罢休 在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之后 人们不禁要提出一个疑问 中美会断交吗 分析这个问题 不能够从特朗普的个人态度 或者是美国已经采取的措施出发 而应当从美国自身的根本经济利益出发 深入分析当前的全球格局 美国采取的所有 整对中国的重大行动 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 这个霸权基于美国的根本经济利益 首先是金融霸权 其次是高科技霸权 然后是其他 所以当前的问题主要应当从 金融战和高科技战方面进行分析 至于其他方面 包括台海南海等 现在都非常激烈 但都是吃药的 或者是虫属性的 在分析问题时 很容易把主持弄混 必须深度地探讨金融战和高科技战 才能够较好的把握当前的形势 如果断交行动 有助于美国在金融战 或者是高科技战领域击败中国 那么美国就很可能会采取断交行动 反之美国就不会采取断交措施 换言之 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地抵御美国 在金融和高科技方面的施压 那么美国就不会顺着断交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地应对呢 什么是金融 金融是经济的顺脉 乃是推动经济循环的动力 只要打垮了金融系统 一旦一国的货币出现严重的波动 整个市场循环就会被严重地吹长 这是金融战争的本质行业之一 当然为了破坏市场循环 还可以采取截断供应链的方法 所以金融战就是市场循环 即公民链战争 当前能够对付中国产业链 形成致命威胁的领域 主要有两个 农业和金融 无农不稳 手中油粮 心中不欢 这些都是过去传下来的铁律 至今能不过时 因此近律 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 着重地对农业和农村情况 进行了了解和指导 过去中国外貌高速增长 基本上依靠美元结算完成 外债的增长越快 所需要的美元越多 进入21世纪之后 美元趁机的大局的涌流中国 中国的外户储备急剧增加 对应发行的人民币持续暴涨 推动了严重的半地产泡沫的形成 最近中国决定整合债券市场 让银行债券和交易所债券 开展互联互通的合作 也就是建立一个超级的债券平台 这就可以为人民币发行 和国际化的新机制 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刚才说的是金融战方面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高科技战 美国的科技优势 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基于疯狂的知识 抵押中国企业 确实给中国的高科技 带来了巨大的应允 不过中国似乎在这方面的应对 表现亮丽 沉默已久的华为 突然地扔出了重磅炸弹 大规模的招聘光刻机技术人才 这表明华为正在设法 弥补最大的短板 制言芯片加工技术 如果这个短板得到修补 基本上华为就无敌于天下了 任何制裁打压 都无法根本撼动包围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先进性 也就意味着中国不怕美国的高科技打压了 当然就短期看 无论华为还是整个中国 面临的形势都空前的严峻 但人们并没有沉溺于悲观 而是划优化为行动 按照战略规划 踏实地做好每一天的工作 美国的强力施压 恰恰转化为中华民族奋信的最大的动力 中国的崛起已无可阻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确实应该给美国系上一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